大家好,我是大为 小腿上面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的小蚯蚓 这个小蚯蚓就代表着咱们血液回流出现的一些问题 那么用一个专业的名词来把它概括一下 就叫做静脉曲张 静脉曲张可以说是困扰了很多的朋友 这些朋友他得了静脉曲张以后 长期忍受小腿上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痒 难受等等一系列异痒的感觉 今天咱们就教大家一个方法帮助我们去改善静脉曲张 这个动作可以说非常的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么首先咱们把手摆成这种半卧拳的姿态 然后去贴住我们小腿的两侧从最底下开始 贴住了以后我们开始踮脚 在踮脚的时候你看 手慢慢的往上去拉 这很多朋友们可能在想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踮腿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小腿三头肌在做工 做工的时候 它就可以挤压到我们里面的一些血液 把它往上去输送 同时再加上我们外在的两个手 把它往上推 就促进了一个血液的回流 所以说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 我们就踮脚 反复的踮脚 手往上拉 踮脚 你看 这个踮脚踮多少下呢 我们正常这个动作一般是做一个100下到150下 在做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一些酸 或者轻微的一些小小的疼痛 都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手放到另一个腿 踮脚 反复的踮脚 手往上推 你看这个动作 其实非常的 就是不是很累 但是做起来 还是稍微有一些小费劲的 这样做 自己数 数多少下 来回做一做就可以了 今天这个动作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好了 我是大伟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点赞频道加关注 每天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